魔法画家河内先生 魔法画家河内先生 这不是一颗苹果 这是河内先生画的苹果 一颗又大又漂亮的青苹果 看起来就跟真的一样 河内先生每天都会带着她的话 去市场卖 这是一个热闹的市场 玫瑰小姐的水果摊生意很好 可是大家对河内先生的话不感兴趣 连那颗大苹果也吸引不了他们 河内先生叹了一口气 哎 如果这颗苹果真的可以吃就好了 至少我的肚子不会挨饿 突然出现一位矮小的绅士说 那有什么问题 河内先生惊讶地说 你是谁 你能让我的话变成真的吗 他用手指弹了一下 神奇的事情发生了 好好享受 好好享受 身世说完话就离开了 河内先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他画的画现在都变成真的东西了 哇 变真的苹果 真的像日葵了哦 河内先生 河内先生 冲到画架前开始做画 开始画画 他帮热狗汉堡再加一点点颜色 立刻就变成香喷喷的食物了 嗯 真好吃 看 真正的甜点 还有一辆新车 河内先生环游欧洲度假后 开始梦想着能够穿越各大洋 现在来画一艘真正的豪华邮轮吧 哇 邮轮变真的啦 河内先生开始展开一段漫长的旅行 他把自己想要的东西 想要的东西全部都画出来 花瓶 第二辆车 香水 香槟 游泳池 飞机 豪华大床 更多香槟 西装 收音机 台灯 美食 骑柏林飞艇 水晶碑 地毯 雕像 躺椅 鱼子匠 金表 电视 家常行李车 竹台 高尔夫球 全套设备 还有 一栋大房子 一栋大房子 所有的梦想全都一一实现 他还缺什么呢 突然一阵门铃声打断了河内先生的思考 叮咚 河内先生 好久没有看到 你在市场上了 我想向你买一幅画 一幅画 玫瑰小姐 我已经没有画可以卖了 真的什么都没有了吗 真的 河内先生 你不画画了 真可惜 怎么办 河内先生 左思右想 有了 只要好好想 就会有办法 所以他画了那个绅士的图画出来 就对这个绅士说 您可以帮助我吗 我想和以前一样 当一个只是喜欢做画 喜欢画画的画家 矮小的声势 弹了一下手指头 哒 我早就猜到了 一切立刻恢复原装 现在 车子 邮轮 和电视 都变回了图画 河内先生 坐在画架前 开始画画 他已经知道要画什么了 玫瑰小姐 在市场上看到 河内先生 就大喊说 你回来了 河内先生 河内先生说 我要送你一个礼物 哇 真漂亮 我以为 你不再画画了 玫瑰小姐 玫瑰小姐 好高兴 河内先生 开心地笑着说 怎么会呢 画画是我的生命啊 如果河内先生 画了一幅玫瑰花的话 送给玫瑰小姐 结束 我会让你试试